各位 上次那個少失山上眾和尚和尚和天下群雄 聽少遠山講出 源池方丈當年和葉爾良的一段獵猿 生落了虛竹 即時個個露出驚奇、卑鄙、憤怒、恐懼、憐憫 形形色色實在是難以形容 源池方丈得高望重 武林中人毛不陰陽 又誰想出他會做出這樣的事呢 過了一大排 那些字枝朕朕的議論聲才漸漸停下 但是源池方丈說話 照樣是這麼安場鎮靜的 少路施主 你和寧朗分離了三十幾年 沒得相見 但早就知道他武功精進 明星著起 成為江湖上一等一的英雄好漢 我心都有所安慰 我和我兒子一日見到面 但又認為他被強盜搶走了 生死不明 反而一夜為此擔心 葉爾良也哭著說 你...你...你...你不要說就好了 現在...現在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二娘...既然我們已經做了惡業 反悔固然無用 隱瞞也是無用的 這麼多年辛苦你了 我不苦 你有苦講不出 那才是真正的苦 原詞領下頭 向蕭苑山華 蕭老施主 當日你假傳音信 說蕭丹武士 要大舉來少林寺奪取武學典籍 以致讓成種種大錯 你有沒有內疚過的 甚麼 在場眾人勒然間聽他說出慕容博 又嚇了驚 群雄多數都知道慕容服的父親 單名是一個博字 聽說這個人過身很久 為何原詞會突然叫出他的名字 難道當日假報信息的就是那個慕容博 於是國人順著原詞的眼光望過去 見到原詞望實坐在大樹腳那個灰山磨上 那時候那個灰山磨上一聲長笑就站起來 方丈大師 你好眼淚 居然這樣都認得出我 說完一手請了遮臉那塊布 原來是個神清木獸 百味長垂的老伯來 慕容服一見到就驚喜交集 爹爹你…你沒有…沒有死嗎 隨即心頭就勇起無數而鬥 那天父親世世 自己不只一次試過他心庭氣絕 親手入臉安葬 為何又能復生呢 那當然爹爹以神功閉氣假死 但為甚麼要假死 為甚麼連自己親生兒子都要瞞著呢 正在原詞方丈說 慕容老師主 我和你多年交好 素來敬重你的為人 當日你向我告知 涉丹武士來奪經書這件事 老衲當然是深信不疑 其後就誤殺了好人 老衲就再都見不到你了 後來聽到你因病去世 老衲很難過 一直以為你當時和老衲那樣 亦是誤信人言 釀成了無意的錯失 心中內疚 以致英年早逝 怎知道 唉 原詞的一聲長嘆 包含了無窮的悔恨和責備 蕭苑山和蕭峰對望一眼 直到這時 他父子才知道那個假傳音信 挑撥生禍的人 原來是慕容博 蕭峰想 當年顏門關外的慘事 雖然是原詞方丈帶頭所謂 但他是蕭林志方丈 關心大宋江山和本子的典籍 傾力以赴是義不容辭 後來發覺錯失就盡力補過 真正的大惡人其實是慕容博 而不是原詞 那個慕容博聽了原詞先頭那番說話 也即時明白了 喔 我爹爹假傳信息 是想挑起送寮武士的大混戰 那我大煙就可以從中取離 事後原詞實會質問我爹 我爹當然無可辯解 以他大英雄大豪極的身份 認了的話 那就一世英明掃地了 我爹猜到原詞方丈的性格 只要自己一死 原詞就不會透露真相 選及他死後的明星 是呀 爹爹一死了 就無損慕容氏明星 照樣可以繼續興福大業 不是的話 中原英豪群起和慕容氏為敵 慕容家的人不死絕都算笑了 還說什麼中興福國呢 當時我還小 如果知道爹爹是假死 難免露出馬腳 故此索性連我都瞞了 慕容復想到父親這樣苦心經營 為了興福大煙 不惜捨棄一切 就更加覺得自己任重而道遠 這時候聽見原詞說 慕容老師主 老奈今天聽你勸道凌朗的說話 先知你孤蘇慕容氏竟然是帝王後裔 空懷大志 那你當日假存消息的用心 就一致這麼淺了 不過你所圖謀的大事 看來始終都是鏡花水月一場空 可惜枉死了這麼多無辜性命 但是慕容博就拼回嘴了 嘻嘻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圓前面有悲憫知識就說 我原卑師弟曾經奉我之命 去孤蘇向你請問奪經書的事 當然他在貴府見到若干枝珠麻跡 猜到你造反的意圖 因此你要殺他滅口 但為甚麼你忍了這麼多年 直到他前赴大理才下手呢 嗯 你當然想挑起大理段氏和少林派的紛爭 看來你向我原卑師弟偷襲的時候 使的是段家一揚子 不過你一揚子學得不精 奈他不何 後來還是用慕容氏以奇人之道 還是奇人之身的家傳本領 害死了我原卑師弟 慕容博嘻嘻一笑 跟著一拳打在身邊那棵大樹上 那棵大樹上兩條腳刮廊那麼粗的橫鴉 就跌了落地 哇 他打的是樹身 居然震落了上高的橫鴉 實在是神功非凡 少林只有十幾個老和尚 就一齊驚叫出聲了 韋陀柱 原卑方丈點抹頭 嗯 慕容老師主在閉字這麼多年 居然連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的 韋陀柱神功都練成了 多年前 江湖上內部中有些德高望重 而有萬貫家財的武林人士 死得不清不楚 當然是你想收買他們 而人家不聽 是你落的毒手 慕容博就嘻嘻大笑 豎起手指功 哈哈哈哈 老方丈了不起 了不起 可惜你知道那麼多 偏偏在下跟蕭遠山 偏偏在閉字這麼多年 你又一無所知 好了 老方丈 念在當年我和你有過心交 今天什麼事我都直言相告 你還有什麼事好問 問他了 蘇州過後沒有艇搭的了 原詞方丈說 以蕭峰蕭施主的為人 是以幫馬大元 副幫主 馬夫人 白細鏡長老三位 不知是否會是他殺的 不知是慕容老師主 還是蕭老師主落的手 這輪就輪到蕭遠山講 馬大元是他妻子和白細鏡合謀所害死 白細鏡是我殺的 其中過節 帶你段王爺親眼目睹 親耳所聞 方丈欲知長情 等待請問段王爺 行了 蕭峰那時走上兩步 只要慕容博就說了 慕容老賊 你這個罪魁禍首 過來領死吧 慕容博一聲長笑 沒過多來反而飆了上山 追 蕭遠山和蕭峰分開左右追著尾 這三個人都是登峰操極的武功 眨下眼已經不見到人影 慕容博就叫著 爹爹爹爹 跟著尾追上去 他輕功都不錯 只比前面那三個就顯得差了些 但見慕容博、蕭遠山、蕭峰 一前兩後向著蕭林子跑去 一條虎影、兩條黑影 暫時都隱磨在少林子的 黃牆壁雅之間 群雄都很奇怪 慕容博和蕭遠山的武功難分高低 但大家加上兒子 慕容氏就不是敵手了 為何慕容博不跑下山 反而入了少林子呢 這時鄧百川、宮野、鑫鮑 包不同風波鱷 以及那十八個涉丹武士 都想上山分別相助自己的主人 一動腳 聽見少林子戒律院的首座 袁直大師說 結陣爛著 幾百個少林和尚齊聲答應 趕快爬成一列列隊 攔著上山的道路 聽完直又說 我少林子是佛門線地 不是鬥歐的場所 眾委施主請勿善治進入 鄧百川見到少林和尚這樣的聲勢 知道衝不過去 雖然掛著自己主人 也唯有庭報 包不同就說 沒錯沒錯 少林子乃佛門專生師生仔的善地 他自然一出 少林子幾百個和尚拿眼勵實他 這個包不同膽大包天 明知少林和尚高手極多 無論誰是袁字背的高增 自己也不是敵手 但他想說就說 掃黎沒甚麼顧忌 幾百個少林和尚想拿眼勵實他 他又拿眼勵人 還勵得大眼過人 袁慈芳俊就開聲說 老奈犯了佛門大戒 有瞻少林清餘 袁直師弟 依照本治戒律 該當如何懲處呢 袁直說 呃 這層師兄 唉 各有各法 家有家規 歷來任何門派幫回 中族寺院 都難免有不肖弟子 清明令遇之保存 不再求永遠沒有人犯規 但求事事按律懲處 執法爭 將去族掌責一百三十棍 一百棍罰他自己過犯 三十棍賴他甘願代師父所受 那些執法和尚就先看看袁直大師 袁直押頭 去族已經跪下受打了 執法和尚又舉起營掌 一滾滾打落去族背背屁股 打到他皮開肉裂 煽血四箭 葉爾良骨頭都尺了 只怕袁慈的威嚴不敢求情 很不容易打完一百三十棍 虛竹沒有運耐力抗議 痛到站也站不穩 既見袁慈說 從現在起 你破門還族 不再是少林子的僧侶了 是 虛竹流出眼淚了 袁慈又說 袁慈我犯了任界 與虛竹同罪 身為方丈 罪刑加倍 執法僧 重重宅打袁慈兩百棍 少林子清語有關 不得信思舞弊 袁慈說完就跪在地上 離遠對著少林子大紅寶殿的佛像 自己納在衣服露出背脊 群紅你看我我看你 少林子方丈當眾獸刑 那真是害人聽聞 少林子戒律院的袁慈大師還想想想 師兄 你袁慈大聲說 我少林子千年清語 喜可懷於我手 是 執法真 用刑 袁慈含著眼淚宣布 兩個執法和尚合十功身 方丈 得罪了 然後站直身 舉起刑長 啪打到袁慈背脊 他們知道方丈獸刑 最難受的還是當眾獸辱 不在於疲辱之苦 如果手下流程 被旁人看了出來 撿到雞腳 方丈這次獸辱 反而成了毫無結果 故此一滾滾打下去 啪啪聲 一陣子就把袁慈背脊 屁股打到一條條狠 血戰爭袍 眾和尚聽見執法爭 一五一十 不斷數著數 個個垂頭低眉 默默念經 普道子道清大師突然說 袁慈師兄 季子尊重佛門戒律 方丈受刑 憑真十分陰賠 不過袁慈師兄年紀老邁 他又不肯運功護身 二八棍是經受不住的 憑真無媒說情 現在打了八十棍 剩下的那些 暫且記住先 群龍中很多人也叫了 對呀對呀就這樣算了 就這樣算了 袁慈都還沒回答 袁慈就說了 多謝 多謝眾委好意 不過戒律如山 不可寬重 執法爭 快點用掌 兩個執法和尚本來已經暫停私營了 聽見方丈語氣堅決 迫著有一五一十五打下去 又打了四十幾棍 袁慈支持不住了 撐地那兩隻手一軟 臉就撞到地下了 葉月娘哭著說 這件事怪不得方丈 每天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是我被人欺騙 故意引誘風掌 剩下幾十棍 由我來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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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不破外獄 何醉之有呢 葉月娘唬唬唬唬伯定 不動得 一味眼淚水碰流 袁慈熏了兩百棍 血流滿地 他硬提淡争气护着心 避免痛到暈倒 那两位执法和尚将刑长一树 向袁直大师就说了 品报首座 袁直方丈受掌元筆 袁直点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袁直这时候挣扎着站起身 向叶二良虚点一指 想解开他的阅道 谁知道伤得太紧要 凝聚不了真气解不开 虚足见到这样 连帮母亲解开阅道 袁直向他两个握手 叶二良和虚足快走到他身边 虚足心大心小 都不知道叫他爹还是叫方丈好 袁直右手握着叶二良的手腕 左手握着虚足说 过去那二十几年 我日日夜夜夜 记得挂着你两母子 字字新犯大戒 又 又不敢向众人忏悔 今天可以一句解脱 从此心安理答 那多好 人生于世 又欲又饿 烦恼多苦 解脱为落 袁直说完就慢慢闭上眼 面露长和的微笑 叶二良和虚足都不敢动 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说话要说 觉得他的手腕越来越冰凉 难道他死了 要知道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期待 期待 似乎 词